這個季節來到雲林 有一個一年一縮的當季特產 一定要去瞧瞧 是台灣人做菜最喜歡放的食材 你猜是什麼 你可能會以為來到 所謂的鄉間 它就代表著寧靜 對不對 沒有錯 大部分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在田跟田中間 看到有一排摩托車 就代表說他們正在採收東西 這採什麼 你看 你放眼看去這邊 一落一落的 我只能說 產出來了這個東西 佔全台灣的8.5層 這麼多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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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熱鬧 我們聽說 這個東西 這邊的產量 全雲林的產量 佔全台灣的8.5層 是沒有錯 都你的嗎 不是 是 都我的我就開心了 那好 在這個8.5層裡面 你占 比例是中小而已 不到1% 不到1% 大蒜的產量 聽到它講什麼了對不對 對 它就是在種大蒜 雲林所生產的大蒜品質優良 味道嗆辣 蒜頭裡面有一種蒜氨酸的成分 當蒜頭的細胞被破壞 跟氧中和之後 它就會變得又辣又嗆的蒜素 辣 姐姐 妳幾點做到現在 幾點 一般妳在採收的時候 這是有進捷性 有嗎 有 差不多幾月到幾月 就是現在 差不多 就是現在 對 現在是 我們拍攝的時候是 大概是三月初 但是味道產到什麼時候 差不多四月中旬就 全部都沒有了 姐姐 妳幫我擦一下 怎麼弄 拿起來 要擦一下就知道 擦一下 像這樣擦而已 這會這樣擦嗎 來 我試試看 這個要擦一下 要擦一下 然後這個地方先撿 虛 虛的話先撿 剛才看它是這樣 這樣擦 這個我這樣擦到 對 還要來這裡擦 對 很滿有趣的 但現在就可以吃了 現在也可以吃 一個蒜頭的好壞怎麼區分 蒜頭的好壞其實 你吃了之後 它的蠟度一定要夠 好 就是蠟度一定要夠 是 吃給大家看 不要 好 算算我來我來 好怕 這 怎麼樣 其實這個生鮮的沒有 可以告訴你 沒有 我跟妳講 因為它這個含水力還有六七十趴 你把它乾燥完之後 它含水力才有三十十趴 所以它的蠟度會比這個是 這個的蠟度還要再多一遍 想挑戰對不對 對不對 等一下 這應該是我 我數到三 我們一起來 好 一 二 三 搖 你 就是辣 沒有太辣了吧 你吃這個的時候 你不要吸空氣進去嘴巴 你把它吐氣 左邊起來 吐氣 那個蒜味就會把它吐出去 就不容易 那外面 淚都出來了 很爽 但是我跟你說 是蒜頭的味道嗎 沒有 它就是辣味對不對 它就是辣味對不對 好 轉過去吐掉 快 會嗎 可以嗎 等一下 終於吐掉 好辣 對不對 因為不能不叫它吐掉 因為我剛剛這個角度看過去 它的口水已經淹沒 它的下半身 它就這樣 我怕 不會 太辣了吧 但是也太辣了吧 雲林這邊都這樣子嗎 也不對 8成5 都是這邊產出來 可是我們在台北吃的沒有那麼辣 你們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你們有感受到今天的風很大 真的 這個雲林這裡 沿海這裡出產的這個都要蒜頭 因為我們 種植的時間其實都是中秋節過後 對 它都會一直生長到差不多隔年的2月 我們每一年的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這個風是很大的 這些蒜頭 長在這個土上面 它要耐到這麼強的東北季風 所以它就會釋放出 它更多的有效成分出來 所以你吃到雲林沿海這裡的大蒜 它的蒜味特別特別地辛辣 然後你如果把它把它乾燥完之後 它會特別特別地香 這個風真的滿大的 風從水有的環境下造就了雲林沿海 每到東春交際時 就會吹起這股大蒜香 採收的時間點 要等到大蒜地上精葉 有1 3分之1至2的泛黃 就是蒜頭它 它成熟了 現在就要為你揭曉黑蒜的一生 所以這個是以 不是我們剛採的 這個是已經曬乾了 對 這個是田間採收完之後 已經把它乾燥了 曬乾了兩個禮拜之後 接下來就到這邊來 對 是不是 它這邊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要把它整理 你現在在剪什麼 把它這個上面的 比較髒的東西把它剪掉 對 把它清乾淨完之後 才可以放進去我們這個發酵盤 發酵盤 對 這跟酒發酵那個是一樣嗎 是 發酵 對 我們就是要在這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讓它有質菌的動作 來做發酵的一個 質菌 黑蒜要質菌 是 這一間就是發酵室 它蓋起來就會自己發酵 當然 我們就是要給它溫度 濕度還有微生物 它才有辦法 什麼微生物 酵母菌 這一個就是我們調配好的酵母菌 這是酵母菌 這裡面其實是有質菌在裡面 注意 這個比例是什麼 酵母菌跟水 你看 它不願意講 好,來,繼續 好 我們每一天出來之後 我們如果看它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均勻地去把它噴一噴 蒜頭裡面其實它有蛋白質 它有碳水化合物 對 這一些微生物它其實就會 會吃蛋白質 對 然後它就會活得很好 它就可以把大蒜發酵的香味 讓它有成功 那接下來45天做是長什麼樣的 是 那邊 將大蒜修剪後 整球放進發酵盤 噴上老闆特製的酵母菌 利用菌種發酵的原理 使大蒜自然熟成 簡單來說 就是把生大蒜放在60度C左右 加熱45天 這價值翻三倍的黑蒜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45天 對,這個就45天發酵 拿一下 重量完全不一樣 輕很多 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它在發酵過程裡面 其實蒜頭裡面的含這些水分 其實它是會再蒸發的 再蒸發掉 所以 一公斤的發酵白蒜的飲料 發酵完之後 它只可以 差不多只剩70%的黑蒜而已 來,你這個蒜頭把它拆開 這個沒有雜菌污染 這個太大力擠到了 如果沒有雜菌污染 你看一下 我給你看一下 它這個蒜瓣 一瓣一瓣的 是稍微黃褐色 這是正常的 你看 這個就完全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其實黃褐色 對 這個呢 這個 這個還算是有一點點正常 可是它有稍微擠壓到 我們也必須要去看 這邊擠壓到了 它像這個這邊就沒有擠壓到 就是完全沒有擠壓到 這個就是黑蒜 如果你不敢吃蒜頭的味 你當你接受到黑蒜 它就是以結論不同口感跟味道 是 是不是 不管你是講醫學 還是講科學 但我真的必須說 東西塞到嘴巴裡面吃下去 才有任務的功能 對不對 那你已經吃了 你是一個討厭吃蒜 不敢吃蒜的 你覺得這個怎樣 我覺得它已經把嗆味 轉換成甜味 你看看到嘴巴沒吃了 第一個 它嘴巴可以給你吃那種酸酸帶點甜 它沒有帶糖 無眉 它自己放點 沒有到嘴巴那麼酸 可是它是帶點酸味 我說真的 你怕吃蒜對不對 如果你這輩子 你沒有吃過黑蒜 我把你眼睛蒙起來 把它丟到嘴巴裡面 你也不知道是大廚 不會 不知道 完全吃不出來 我覺得它其實有點像烏梅 只是它沒有到烏梅的那種 那麼酸 但口感 香氣 我覺得都滿像的 對不對 所以說 如果你怕吃蒜 試試看黑蒜 因為蒜頭是對市民很好 生大蒜經過加熱熟成 會提高大蒜原有的胺基酸 多分類物質 讓黑蒜的抗氧化力更好 也少了生蒜的辛辣味 口感軟嫩 酸甜有點像蜜鹼 你可以直接撥著吃 它可是非常好吃的 五穀雞 黑肉 五穀雞的湯也不會這麼黑 這是黑蒜的黑 沒有錯 對不對 嚐看看 它聞起來有一個很沉的味道 沒有錯 這個很沉的味道是黑蒜的味道 這是黑蒜的味道 黑蒜我們剛才吃的時候 其實就酸酸甜甜的 你如果再把它經過加熱煮過之後 它那個味道就會更不一樣 我跟你說 烏骨雞湯或任何的雞湯 其實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吃它的肉 如果它的肉已經到乾了 把這個湯揮出來 肉都柴柴了 就代表說 你熬了很長的時間 還好 這個不會熬很久 所以另外一個講法就是 你黑蒜在很短的時間 就有辦法釋放去甜味出來 沒有錯 因為其實它已經經過 45天的發酵 它的甜味 其實就是在原本的白蒜 我們一般的白蒜 如果去測它的甜度的話 是差不多8度 你經過45天的發酵的時候 它的糖度可以拉到45以上 我們講 你說一般的白蒜甜度是8度 對不對 有什麼東西是8度的甜度 蘋果 好 8度變成本來是蘋果的甜度 你說經過發酵之後變幾度 45度 45度 5倍以上 是沒有錯 像糖 糖幾度 1比1 100公克的糖加100公克的水 調出來也差不多50度的糖度 這樣很甜 是 這黑蒜真的很甜 老闆說這個雞湯裡 它只放了五穀雞 跟一顆黑蒜 怎麼可能 湯的甜度全部來自於黑蒜 我這黑蒜也太不得了了吧 真好吃 既然提到麥寮擁有全台灣最多的養豬投訴 所以我也特地拜訪了雲林的肉品市場 要來了解一下 這個豬肉是如何從這裡一路送到台北的 不過一到現場我才發現 原來豬隻拍賣非常有學問 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看起來都是探豬的專家 他們要在短短的時間內 挑出哪一些豬最適合做成加工品 或是哪一些豬最適合做成火鍋肉片 而這些被選中的豬 會按照挑選者的通路需求 現場進行電宅 或是直接運送到其他的縣市 只是下票的速度還是令我嘆為觀止 會喔 剛剛在裡面 因為大家都在忙貨 所以你在那邊 我們在那邊其實會打得到他們 對 所以我們剛剛也看了 其實為什麼要去特地去介紹這個 所謂豬肉的豬隻的拍賣市場 因為一般很多的消費者並不值得 所以這邊的豬 剛剛我們看到就是 是不是有一個牌子 你剛剛有提到說 上面比如說幾公斤 然後大概一公斤多少錢 因為豬隻市場都是以公斤在計算 對不對 恭喜 坐在那邊 在那邊按半天那些人 那些其實就是來這邊買豬 它是中間的 冷凍廠跟食品加工 跟一些超市 全聯等等 那些通路不一樣的 它不同的 它委託他們來這邊 會委託它來買 然後我又跟你講說 我要的規格是怎麼樣的 那他們也很內涵 豬這樣一走過去就知道 這隻豬跑不好 大概就知道 然後馬上要下標 對 馬上下標 我看那個豬從開始進來 它那個從入口進來的時候 它的履歷 就是它的重量 它的編號就已經在上面 就在那邊 它從那邊繞過去到最後結束 它頂多只有10秒鐘左右 平均 因為雲林肉品市場 它的拍賣量投數比較大 所以我們都會 在這個時間上比較斤斤計較 所以大概一投出的拍賣時間 從編號進來 到拍賣的流程到出場 差不多控制在10秒 平均在7秒左右 7秒鐘 所以我們一個小時 我們的預估都在400頭左右 拍賣投數400頭左右 才能夠消化一天的 那整個拍賣投數 可以是這樣 有史可見 台灣人對豬肉的需求量 有多龐大 其實肉品市場主要提供的對象 除了加工品的通路之外 有很大一部分是送到 傳統市場裡進行販售 不過在賣療 其實有許多的自宜牧場 他們的豬隻會進到拍賣市場 而是會直接送到電宅場 宅殺後 按照部位分塊冷凍 再送到分階場進行分切 這樣的開場還滿意 剛才已經從這個 剛才已經從這個屠宅場的地方結束 然後現在來到這邊 這個是什麼地方 那個豬肉分切場 豬肉分切場 對 一進來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冷 冷 好不好 全程維持在13度 差不多就是台灣寒流要來之前的溫度 對 對不對 那現在這在幹嘛 在切那個火鍋肉捲 火鍋肉捲 這個是在切 你現在在切什麼 這是就是梅花肉 這個 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可以 所以它就是 你們飆了這個豬之後 然後它在屠宅場的時候 就把它先弄好 弄好之後 比如說我要煎腳 我要豬腳 我要幹嘛幹嘛 對 你們我們點了幾個部分 我們 我們會取六大部位 六大部位 一隻豬六大部位 對 先用六大部位 再細分各部位出來 所以你說 分成六塊就是 這個是一塊 對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部分 這是前腿肉 前腿肉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後腿肉 後腿肉 梅花 梅花 還有肩甲 肩甲 還有腹血 腹血 還有一個 里肌肉 里肌肉 對 人家說小里肌就這一塊 小里肌就這一塊 小里肌就這一塊 對 對不對 你覺得哪一塊會比較珍惜 珍貴一點 第一名應該是 雙板肉 對不對 再來就是 我們推薦的這一塊 你說這一塊叫什麼 前腿 前腿五花 前腿五花 我們也可以叫前腿雙板 對 前腿雙板 對 我們到的利 對 就這一塊 就這一塊 好 你稍微等一下 來 你來一下 對 你就你 你覺得他剛剛牽的好不好 好 好 說實話 讚 好 沒有你的事 你可以走了 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是他負責的 我覺得很想知道 因為很多人在那邊介紹 被他們切 切得不好 他既然他說切得好 我們就當真人切得好 好不好 就這一塊前腿五花 對 前腿五花 為什麼叫五花 其實它的油花 你看 在這裡面 就看得到 它吃起來嫩嫩的 前腿五花 它裡面有一些油花在裡面 還有就是 應該很少人看到 這我們 最分的調肉 調肉 對 它就在里肌肉這邊而已 旁邊這邊 半筋半肉這樣子 對 這塊你們做什麼吃 我們用尖的 尖的 對 等一下 我們在 我們等一下再 請那個 有地方可以吃 有 可以吃 這塊好像不錯 對 還有再來推薦的就是這一個 就是我們說月亮軟骨 它就像月亮一樣 其實他們都不會把它 拆開來 它就這樣賣 整塊在賣 對 對 所以我們把它拆開 這個也可以是做 做煎的 或者是做煮的就可以 做好的 這個吃起來軟軟的 好吃嗎 好吃 就像吃雞的三角骨一樣 卡 它有點骨頭絲 對 這個是軟骨 這個可以吃的 你現在所看到的畫面 你會知道 在台灣 其實豬肉分切在分工上 是非常細膩的 按照客戶的需求 牧場會請店宅場 把肉塑形成各種形狀 回來再使用機器 切出適當的大小 重點是 今天來到產地 當然不能錯過這些 平常在市場 很難吃到的隱藏版部位 剛剛是拿了四塊 對不對 對 四種部位 四塊裡面 半月形的就是這個 現在煮成湯了 這是那個半月形 月亮軟骨 咬得動的 月亮軟 你試看看 我聽到那個 四種軟骨脆脆的聲音 對不對 其實它很軟耶 熬了多久 剛剛我們店裡站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就是那個骨頭 上面的那個半月形那個 來 點頭 要吃一塊 等一下沒了啦 我剛剛只拿一塊來而已 還不錯 厲害 那一隻早剛才 來 讓你沾腰一起弄 為了讓湯頭好喝啊 因為湯頭 除了豬肉的甜香味之外 就是蔬菜那些高湯 肉也夠了 那這塊呢 前腿五花 我們把它稱為叫 前腿松柏 前腿雪花這樣子 為什麼叫前腿松柏 現在吃得像松柏嗎 因為它吃起來口感 你看它這邊的紋路的感覺 跟松柏一樣 它那種雞尖指板的那種 層次感還滿像的 有啦 我站著有啦 有啦 有在這裡 因為外面大得太粗了 裡面是感覺不出來的 這塊前腿五花 有點類似松柏肉 那種半肥半瘦的口感 是我最愛的 另外 月亮軟骨湯 湯裡充滿著大骨的香氣 在嘴巴裡面 主角起來非常的舒服 再燉久一點 口感上也能夠有不一樣的滋味 不過我最期待的部位 現在它要上桌囉 那菜同時上也是很難得啦 要準備好啊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 長的那一條 對 然後只是汆燙過而已 你們在賣豬肉的也是大氣 豬肉切這麼厚耶 要讓人家吃得吃得愉快啦 這塊穿多久 穿多久 穿多久 在乎穿多久 在乎穿多久 那個這個穿太多久 它是四五四二十分鐘 還是把它弄到手吧 可是這個 真的還吃那個蒜泥白肉很好吃耶 但是就要改名字 要蒜泥白肉排 太厚了啦 嚇神啦 調肉嘛 煩菜的 就比較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 樂鹽 我們一開始就叫它樂鹽 因為馬上切成塊算是樂鹽丁 因為中秋節烤肉嘛 它是一塊一塊的 然後樂一次 看有沒有辦法舉個優雅一點 優雅一點的 聽起來就覺得說 我來吃 就好比說我剛剛講什麼 貴妃肉 那就是三層肉裡面一條而已 可能它叫貴妃肉一條 貴妃肉聽起來比較高級 算了 我們先點別的好不好 我為我剛剛跟大家提的這個 建議 在這邊慎重地跟大家說 真的對不起 這個老闆真的是愛開玩笑 其實豬肋排 一直都是老饕的最愛 剛好雲林快樂豬 沒有腥味的特色 讓它的美味更加升級 我認為 這種調肉 可以放涼之後 逆紋切成薄片 再搭上蔬菜增加甜度 肯定會成為熱銷品了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無視的數字會料理 齁齁 吃飯囉